酸甜可口的山楂茶 做法非常的简单 但是对身体特别的有好处 这是百岁郎中教我的养生吃法 今天分享给大家 山楂常见的吃法就是冰糖葫芦和这种山楂干 很多朋友都是用山楂干直接泡水喝 但是今天的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的不错 首先准备适量的山楂用水给它洗干净 装入小盘中备用 再准备十片黄芪加入清水 把它淘洗干净 黄芪是一味重要 平时我们熬汤煮粥都会放上一些 很多人也会用来泡水喝 洗干净的黄芪把它放和山楂干一起装入小盘子中 再准备十颗红枣 加入面粉少许的清水 下手把它抓洗抓洗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性 这样用面粉来抓洗 可以把红枣泽皱里面的脏东西吸附出来 搓洗好以后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给它多漂洗两遍 洗到这个水变成这样清澈的就可以了 这样的红枣洗出来就非常的干净 洗干净的红枣我们再用剪刀把它剪开去核 所有的食材处理好以后一起放入砂锅中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我们只要用砂锅或是养生锅 千万不能用铁锅 放上灶台上开大火把它煮开 煮开以后我们就转中小火 这样防止它溢出来 盖上盖子继续蒙煮20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再准备一把枸杞放入大碗中 加入面粉 同样用少许的清水把它抓洗一下 枸杞和红枣一样 表面有许多的褶皱容易吸附有粘东西 所以一定要用面粉这样抓洗抓洗 再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洗净以后我们控水把它捞出来备用 煮好以后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把洗干净的枸杞放入锅中 再次把它搅拌均匀 现在锅中的茶水已经完全的煮出味道了 这个时候我们盖上盖子关火 然后给它焖10分钟 10分钟以后这个汤水就变得更加的浓了 所有的食材煮过以后都会沉淀到锅底 现在我们就用一个汤勺把这个汤水舀出来 把它放到被子当中 看到这里了 点亮旁边的小红星支持一下哦 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 蒸一杯酸甜可口 香味浓郁的桑楂红枣枸杞黄旗汤就做好了 喝下去暖暖的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如果你也喜欢赶紧动手试试吧 这里是一家大厨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